假如父亲从小抛弃你 三十年后带着亿万身家归来 你会不会跟他而去 这种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 却在许凌军的身上成了事实 当初父母感情不和 父亲于是一气之下 抛弃弃子之身前往美国经商 仅有十一岁的许凌军虽有不舍 却又对此感到无可奈何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他被刻上了反动资产阶级的烙印 扣上右派帽子下放到牧场改造 对于其他人而言 两三年后也许还能找一份工作 可对于他的特殊身份来说 却永远都不能翻身 他成天躺在牧场的草堆上 出神地看着梁上的绳结 欲想一走了之 结束自己不堪的命运 可身后骏马的嘶吼声 令他的思绪回到了高中的一个夏天 虽然自己看似孤立无援 却也接受过祖国的红利 学习上不仅有助学金的扶持 老师看到家里没有人 还让他搬到教师宿舍 吃住都可以和教师搭乎 毕业后由于当时师资缺乏 便留在学校做了老师 人民劳动和大自然 给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气 1962年解除了劳动教养后 因为无家可归 他被留在了牧场放牧 删去人民的热心 令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祁连山夜里吹来的风透古梁 大爷为此还给他置办了个厚帘子 大娘知小气拮据的生活条件 还总是端来香喷喷的热面 供他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嘴上不断说着吃饱饭不想家的话语 所以就在这种质朴又平实的劳动中 许凌军的心中激起了一股美好的感情 如果要他就此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 他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身为化学大亨的父亲此次回国 准备带他去继承亿万家夜食 他的心中感到异常的矛盾 两人的关系因时间而感到生疏 互相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碰撞 住的是当地五星级酒店 吃的也是有鱼有肉的满汉全喜 父亲因为在万圣活惯了 还对着重口味的食材挑三减四 一顿饭甚至吃了八十六块 以至于许凌军都没好意思 将篮子里妻子让带的茶叶蛋孝敬父亲 因为这着实是太寒酸了 从前许凌军的生活堪称普通到基点 而今却又极尽奢明 这令他的心中感到恐慌 可最重要的一点 是牧场里有着他生活的点点滴滴 当物质和精神的抉择出现在眼前 他的天平究竟会倾向哪边 这段明场面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也是相隔四十余年的木马人 能够再次回到大家面前的重要缘故 许凌军打了三十年光棍 又是一个右派 所以村里姑娘都对之必由不及 可缘分有时就是那么神奇 邻居大叔在一天放牧回来时 看见一女孩疲惫的已在柴堆 经过询问才知道 女孩是从四川逃荒来的 七连山的表姐烧信叫他来 说有个对象 不料那人上个月翻车给砸死了 如今已没钱再来回奔波 女孩求大叔行行好 帮他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自己还能够干活 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 可热心大叔走东家窜西家都无功而返 在寒冷的七连山脚下 女孩的身子骨险得太过单薄 接连碰壁给大叔气得直抱怨 自己媳妇是从河南逃荒来的 不也从八十金标到了一百九吗 随后和妻子一合计 将女孩介绍给儿历之年的许凌军 他摘了帽还有文化 不正是郎才女帽头一对吗 大叔给许凌军打了招呼后 过了半场就带来了那个女孩 许凌军当时答应得到爽快 可真真到了这个时候 却紧张得逞了哑巴 以为大叔开了个玩笑拿自己取乐子呢 可红红的两本结婚证 加上不容质疑的态度 都宣布了事情的板上钉钉 谁曾想上午还是单身 下午就有了老婆呢 成天沉迷于书本的许凌军 在两性方面却是个愣头青 关上门后他不敢多说一句话 只是默默地端水给女孩 亦或是给女孩煮了西粥 你笑什么 你这个人可真能将就 没过两分钟吃完后 他又和女孩争着洗碗 在短暂地推拉后 又躲在一旁成了个闷葫芦 晚上睡觉帮女孩盖好了被 就在炉火旁铺上一床破背入睡 清晨他被女孩的哭声吵醒 以为其实想家了呢 二话不说拿出积攒的四十块钱 让女孩带上回家去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不不 面对女孩的赤诚 他无奈地坦承自己是个右派 可对方不仅不嫌弃 还无条件相信自己是个好人 自打这一刻起 他的身心瞬间被女孩迷住了 他获悉到女孩名叫秀之 还得到女孩陪自己劳动一辈子的承诺 如果这样都不叫真爱的话 那世界当真是出了问题 许凌军和秀之凭着这一番坦诚 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也正因为自己与牧场的羁绊 才让他压根不愿放弃现在的生活 去和父亲一起竞享奢华 被人冤枉三十多年 最后拨乱反正的喜悦不言而喻 许凌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初因为父亲去了美国 自己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下放农场 如今春风俯过大地 他的右派帽子总算被摘掉 不仅得到牧场小学任职的资格 还收到了整整五百块 来补偿他过去所受到的冤屈 正义也许从不会缺席 在许凌军看来钱乃身外之物 最重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重获新生 如今他身为人民教师 吃着这方水土养着这方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的根也牢牢生在了麒怜山下 所以父亲即使有一万身家 他也不愿离开祖国大地 秀之问他公共是什么干部 他回答是资本家也是企业家 光在美国的工厂就有六七个 轻轻松松就能掏出一个小目标 等同于一下子买一千辆小汽车 在旁人看来也许是一笔巨额财产 与许凌军看来却是不值一提 他都秀之自己要去美国怎么办呢 可秀之心中知道 这地方不仅有熟悉的人和我 更重要的是脚下的这片黄土大地 地图虽然能摘下来随身带走 可始终是空的 祁连山背不走 大草原也背不走 正是因为这深深的羁绊 才使得许凌军不愿离去 当初自从和秀之喜结连礼 他便不断感受着无尽的温情 街坊四林为了二人的婚姻 每家每户凑了五毛钱 共二十三块五作为自己的心意 还拿出了家里的布票两条 让两人在家里总能吃到一顿饱饭 秀之很快融入了家庭 在许凌军放牧的时候 便会在家里拖起厚厚的土皮 到时在院里垒上墙壁 就更能体现家的温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仅土墙拔地而起 甚至院里还出现了 接连不断的咯咯声 鸡鸭鸽子被他养得白白胖胖 连隔壁大娘都连连称赞 说他简直是海陆空司令 养什么就能称什么 在大自然翠绿的画卷中 孩子浮于马上 夫妻间彼此述说着点点滴滴 此时物质的财富 似乎已不再重要 所以许凌军义正言辞地 拒绝了父亲 摒弃了未来灯红酒绿的生活 在送父亲上了飞机后 他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大草原 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 住在汗水浸润过的土地 陪着患难与共的亲友 伴着相濡以沫的妻子 这便是生命的根 任谁也无法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